吃过方知不饿 尝过菜到饭饱 窝子面你不一定知道 葱油拌面你一定吃过 今天呢 咱们就来做一个上海葱油拌面 先来调个酱汁 生抽三勺 老抽一勺 香醋一勺 白糖一勺 胡椒粉少许 蚝油适量 加入适量的白排水啊 给它搅和搅和 准备小香葱 给它切断 油稍微多一点 烧热之后下入葱白 咱们来制作葱油 焦香后下入葱绿 直至焦黄 熬葱油一定不能着急啊 要小火慢慢的炸 葱油炸好后 自然的放凉 下面来煮面条 沸水把青菜煮熟 捞出盛到碗里 再下入面条 煮上一分钟 捞出放碗里啊 放凉的葱油 倒入调好的酱汁 开中火 慢慢的煮沸 把煮沸的葱油 倒到面条上面 撒上黑芝麻和葱花 拌一拌 搅一搅 哇 美味好吃的葱油拌面就做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我是零食物 你呢 赶紧收藏起来 做一下吧 好